新媒体新时代中天化界演出 这次的无性女子 而警方还要再进一步调查 警方赶紧拍照收证 清晨就接获民众报案 发现一名身穿红色上衣 黑色裤子的女子 脸部嘲笑的在高雄 九炉路上的公车道旁 警方和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 女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拉起封锁线进行初步的勘验动作 目击者说昨天晚上九炉路上大淹水 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今天清晨五点多起床 就看到了女子倒在路旁 吓了一大跳 离公车道不远处 有停放着一辆疑似是女子的黑色轿车 后车窗已经被打破 私人物品散落四周 现场发现到两只手机 跟相关的证明文件 怀疑死者就是78年次的无性女子 有可能是因为跌倒面部朝下 才会无性御弊 真实原因还要再调查